荣耀相帮的唐继尧 下 刘仲敬唐娃娃 从小到大就招人疼爱 尤其特别招女人爱 从心理上就很难接受 云南人民可能真想抛弃她 并不血刃的复辟 在她看来 已经证明云南人民 毕竟还是爱她的 她为祖国赢得了如此之多的荣誉 错误又没有超出人之常情的范围 蒋介石禁止颠板历史教科书 以大云南主义史观叙述护国战争时 悲愤的浪潮席卷了上至龙云 下至小学生的云南各界 使法国小说最后一刻的虚构 显得黯然失色 证明她的想法并非全无根据 唐继尧复辅闭政权的改革 像拿破仑在滑铁卢前夜的 类似措施一样 以为增加一些自由化的宪政条款 就能挽回人心 回避了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 仍然留恋穷兵独武的快乐 颠署又设法制委员会 1922年5月22日开会 公推与周中岳为会长 遂草定会章并修正 颠政府组织大纲 颠署遂照大纲改组施行 这时 吴佩孚给中国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 这次的威胁比段祺瑞时代更弱 但已经足以为唐继尧 提供恢复帝国主义政策的论据 唐公以吴佩孚方助援 祖明图前 而岳中滇军有一部分 一时唱回滇之意 双方坚固 被夺利分 乃决意放弃前世 专注大局 派和计或赋予 语言接洽 前世归前人自主 并劝令宣布与南方一致 是将这直奉战事记起 冯玉祥回歌入京 拘求曹昆 吴佩孚军大败 原祖明失所一棒 意愿与滇谋合 唐公遂令滇军撤出前境 滇军出师之无意而不损 未有甚于此举折 唐继尧不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沉迷于各式各样的 宏伟蓝图当中 然而 无论战争还是建设 他为祖国留下的遗产 都是一片搅手架的森林 他的想象走得太快 云南的国力早就跟不上了 1924年的诸夏各邦当中 仅有北京 沈阳两处有无线电台 唐继尧政府计划在昆明建立一个总台 重庆 南宁 贵阳 大理等处各社分台 构成覆盖西南各邦的通讯网 这一计划若能实现 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但因唐继尧向林邦扩张势力的企图 不能完全遂意 以致除总台外 其他分台的建立未能实现 他像传说中的猴子掰玉米一样 顾蜀则失月 顾月则失蜀 最后两头都落空了 同年 1924年 秋 胡若渝军及吴学险部在四川失败 退到贵州的一兴一带 当时 唐世同驻月滇贵军杨熙冕 刘振环勾结 决心放弃川 前 全力以图两月 于是 唐继尧 同元祖明达成协议 滇军全部撤离贵州 同年冬 唐令二 吴两军取到南宁 一 使两军及吴学险部取到柳州 惠师进攻广东 只有外交方面 他主要不是因为策略高明 而是因为本能的守护滇文化 对法统的封建式忠诚 反而为祖国和盟国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 这时 西方文明在一战后的沉沦已不可演 几年前 仍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统 沦为洗心厌旧的北京知识分子嘲弄对象 段祺瑞和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 不再像以前的政变者一样 要么召集救国会 要么选举新国会 而是第一次打出了废除法统的宗旨 彻底撕毁了辛亥以来的宪法契约 这意味着诸下个帮 重返辛亥独立战争时刻 收回满洲帝国放弃的主权 重新选择通过谈判达成新的联盟契约 或者依靠自己的力量 保卫自己的主权 唐继瑶派周中越代表本国和西南联盟各国 参加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 代表团很快发现 西南联盟因为坚持蔡松坡时代的法统理论 在进步思想泛滥成灾的北京城 已经被视为仅次于满洲帝国 以老以少的保守派和顽固派 他们既说服不了任何人 也没有被任何人说服 1925年2月22日抵经时善后会议已开十余日 余等到会提出军事建议 请段祺瑞执政府宣布历年内外债用图案 并与相代表共提确立联制基础案 此案内分划分国权 促制各邦宪法 设立联立参政院及军事财政两委员会诸端 又楚慧僧提出改组临时政府草案 主张用委员制 以各邦军民长官为执政 于此案系推翻执政府 并变更各省军民长官地位 牵动太大 未肯联署 四得唐宫殿 乃云署名 十会议中分为数派 一 执政府派 二 满洲派 三 冯玉祥派 四 西南联制派 五 无所属派 执政府派申及西南派之联制主张 而与楚慧僧改组执政府案 则为之由慎 力图破坏 使不能成立 与为西南主张设立参政院 因现在执政府既无立法机关 亦无补助机关 凡发布命令 执行政务 监督行政 皆由执政一人独裁 为世界共和国体所未有之正向 故你设立参政院 以匡助政府 今执政府索拟条例 不过易咨询机关 图为无聊政客设一旦犯地而已 非颠相代表提案之本意也 执政府人今不一语 四级不提交会议 进行公布 致对于连制及改组执政府两岸 出则不列入一时日程 即则固为严格 西南代表奋慎 你全体退席已相抵制 与虽允不出京 然亦不复道会也 诸下个帮的联盟就这样走完了解体的最后一里路 西南联盟退出中华民国以后 仍然共代唐济姚伟联帅 此刻从法理的角度讲 无疑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 云南孤立主义者和地主资产阶级 对他的耐心已经快要到头了 云南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西南联盟的注实 像美国支撑北约一样不断为联盟做出单方面的牺牲 云南一旦退盟 就会像威地马拉退出中美联合省一样 启动新一轮的解体 再就帝国的边缘地带留下一堆萨尔瓦多式的小国 周中越的无意而不损论 实际上是想回护老朋友 他的意思是滇军没有重大损失 就算是不损 但军事开支导致的财政崩溃 岂能仅以无意概括 唐继尧把贵州看成殖民地 既要侵略四川 又要出兵广西 开支浩大 增发纸币就不可能再用缓进办法了 云南没有印刷纸币的凹文版机器 向外印刷缓不积极 只有昆明油关印局用普通的实印机器 印刷纸币 只用倒林纸 最多数是50元票面金额的大票 一般人通称白票 这种纸币印刷粗糙 纸质低劣 罪易损坏和仿造 使用不久 尾币出现 连负甸银行的人也分不清真假 商人或老百姓更不敢收存 到手就用掉 或暂时存入银行 同时物价飞涨 转而影响财政 收不复支的赤字逐年增大 别无他法 仍是以天发纸币 已就燃眉 物价高涨 已不是百分之几十 而是百分之几百 当时的危机 虽然不能跟共产国际 两个殖民政权的恶性通货膨胀 相提并论 但较知 富甸银行曾经实现 和本来有望实现的卓越信用 实在盼若云壤 甸人以近代化优等生 自诩的天真信念 经此一击 再也没有恢复到 护国战争的辉煌时代水准 财政危机回流到甸军 唐继尧终于面临他的滑铁卢时刻 第一 使两军的士兵因久不发响 鼓噪起来 在唐军被攻时 胡 龙军按兵不动 使贵军得转移兵力 将入贵滇军 先后各个击破 撤回云南 新军和议会 素为云南地主资产阶级的左右手 现在都不再相信 唐继尧的判断力 但他们遵循高生太和高太祥的封建传统 既要维护主军的荣誉和地位 又要替主军 匡正政策的弊端 这样的操作对日本人而言 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巴蜀人而言 就跟三代上古的传说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巅人鼓吹云南例外论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周中月在他的回忆录中 描绘了军 深两届的博弈 云南近年 因发行纸币过多 未能兑现 币价暴跌 金融恐慌 政府履筹救济之策 乃于15年 1926年6月18 19 21等日 召集整理金融会议 提出筹增巨款 收回纸币 为金融之根本 救济议案 此案系由昆明镇首使龙云主张 财政司尼稿 经三日之会议 大体通过略加修正 即报告行政首长 请与财则施行 至6月29日国务会议 行政首长提出报告书 为此案已经金融会议通过 唯有三事 尚需讨论 一 原案为各项收入 照限定税率 加倍征收两年 与事实稍有不符 明目应否修改 二 加征各款 性质不同 应否体察情形 分别加减 三 此案已经金融会议议决 应否在加电议会通过 亦或集邮滇政府执行 于为此次议决 加征各款 又改为借征者 又改为公债者 已与加征名义不同 且加征各款 如严捐未免过重 亦经修改 而于所最注意者 则在填付一项 当金融会议开会之先 一夜 行政首长召集政府人员会议 曾经一决两事 一则填付加征名目 改为填付公债 二则原案其余各项 相加讨论 分别增减 即会议开幕之日 陈道尹 均提议严税加捐 及稀税公债两项 未免过重 经审查结果 严捐渐去一元 公债每息一张 减去五十元 为填付加征 改为公债一事 无人提议 语音列明提案 未便倡议更张 乃主萧时摘君提议 以借征名目 不甚相议 请改为随粮公债 因有人博弈 仍决定用随粮借征名目 毕义对于此项 心中终绝未安 已现在良价日涨 而填付仍照 数十年以前税率完呢 家征亦不为过 但诸夏数千年以来 借以家父为暴政 前卿为安定人心计 亦有永不家父之美名 金云难读 首先增加一倍 虽名为戒征 将来仍需偿还 但人民只计目前 而不计后日 且他向增收 人民美不注意 而家征填富 则散在一般农民 将来此事 恐碎人民 从愿政府之根 旷年来水旱偏灾 土匪充斥 田牧之收获已少 良知积欠甚多 旧欠者上难收 新增者更无望 极能收入 每年亦不过百万元左右 如果他向款募 能如额增收 则两年所得至二千余万 于整理金融 以可大收效果 即减免填富之家争 于大体计划 亦无妨碍 此案虽经金融会议一决 然此时尚未实行 不妨由政府毅然将此款删去 亦可以表示 行政首长体恤民隐之心 且交电议会时 亦或亦于通过也 至现在金融紧迫至此 无人不忘政府能设法维持 故此次议案提议之初 内部多数赞同 即提出金融会议 亦无人出而反对 故全案遂得通过 为实行此案 人民之负担既重 而政府之责任亦斐轻 故办理手续 不能不求妥当与周到 最好此案第一步 由金融会议讨论 作为全体会员 提出之意见书 建议于政府 第二步 政府根据金融会议之建议 自请编议会通过后 使由政府公布施行 此为正当办法 乃此次议案 仅由数人署名 不斥表示此 仅由数人发端 而非金融会议全体之意见 现此案虽经会议一决 然比亦凡增加人民负担 不能不求人民代表之承认 至言之 此案不能不求 滇议会通过也 旷无滇力来系护法之邦 行政首长 又为首先提倡民治之人 设此案由政府 即便执行 不交议会 将来时恐发生困难 且政府地步 驿站不稳 故无论如何 以交滇议会为妥 时日财政司颇有争论 绝后 一决修改加倍征收名目 并交滇议会审议 为取消加征田赋一层 则恐迁动全案 仍意定改为隋梁公债 至7月2日 国务会议财政司提出 隋梁公债条例案 与为财政司主张募集 隋梁公债两年 总额为280万 每年和140万 盖以本邦田赋 每年讹征此数也 然自联盟十余年以来 田赋收入 无一年能及此额 旷进来水旱地震 兵市匪扰 时有豁免 积欠亦多 近日 有有以息来者 未因匪患 卖赎未收 央城南叉 以城荒巷 南方亦正苦匪扰 情形相同 唯有以东烧安 而各县相多杂粮 出米甚少 今年恐正额填付 由不能收 何能一级公债 且财政司定公债 总额为280万 必须分配各县 将来恐钱粮尚可豁免 而公债必须勒收 民间受累 将不可言 旷本邦多袭小农 灵粮甚多 其上粮数缴者占多数 而公债至少为一元 公债条例 虽许数人凑足一元 而债票应交何人领受 又因陷阱辽阔 灵粮多有粮头包解 将来公债孔 进入此辈之私囊 故于亦办理公债 留弊亦多 不如亦然决然 将填付完全废止为妥 或为废止此项公债 则每年少收百余万元 于整理金融大有影响 如欲废止 以令筹逮捕之法 行政首长主张办普通公债 与其赞同 而财政司会从前办爱国公债 收入甚少 仍坚持随粮公债 会议中亦多有何职者 随赵案资颠议会 绝后颠议会改为只收一年 仍赵案资付实行也 外军政界本来应该是财政扩张主义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却带头维护紧缩政策 只能解释为 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的子弟 跟资产阶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至于个人职业前途的上升希望 都不足以抵偿本阶级利益的现实损失 地主在资产阶级面前处于弱势地位 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金融资产阶级面前 又处于弱势地位 但弱势集团的土豪性和有机性反而更大 在议会中又占据了更多的席位 经过资产阶级内部有底线的斗争 仍然能够达成大致平衡的分配协议 国家权力扩张和积极财政政策的 主要燃料无产阶级 完全被排斥在博弈之外 19世纪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 通过这次会议大致得以实现 1930年代的财政平衡和颠蔽坚挺 都以此为出发点 事已至此 唐继尧政府名存实亡 但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美 仍然是政治上的一篇大文章 电议会遵循云南的习惯法 将改革军府的任务留给了新军 尽管依据政府组织大纲 议会是有权干涉的 云南的封建传统深厚 忌讳乱臣贼子 活动越积极 越不可能继位 如果换到巴蜀 就是越保守越没希望了 这次政变不仅关系到云南本身 而且关系到西南各邦的主权 西南联盟建立在都督制的基础上 唐继尧以颠都兼任联帅 核一制和孤立主义 一旦再入云南基本法 西南联盟唯一的纽带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云南若不解除额外的负担 就不可能恢复财政平衡和维持资产阶级统治 1926年春 胡若宇提出了联合导堂的意见 本来龙云对唐继于忧一贯坚决反对的 但对唐继尧则已深受知遇之恩 一向表示忠诚认为以下犯上难免遭人唾骂 如果我们今天以下犯上 将来自己的部下也可以以下犯上 他并且主张 唐氏有过 大家可以劝告 一次 二次不听 再来第三次 一直到他接受为止 因为龙不同意胡的意见 是就暂时搁置下来 同年秋 张汝继派他的同乡同学上校参谋刘立生 到昆明专做联络工作 胡若宇又向龙云说明 到唐氏实逼处死 不得不干 谈的时间很长 次数也不少 但都没有结果 最后 胡若宇找卢汉去劝龙云 龙才同意进行兵戒 1927年2月6日 龙云在昆明发出胡 龙 张 李的联名通电 要求唐氏驱逐肖小唐继于 陈维庚 李博勋 白之汉 李炳阳 李紫尤等 胡 张两军急向昆明前进 龙部援助昆明附近 2月10日 胡若宇 龙云在宜良会议后 又以四镇首使的名义 发出第二次通电 提出立即改组滇政府 确立合议制度 提前成立军事机构 统一军权的要求 1927年2月中旬 胡 张两军部队先后到达昆明 朱滇元老 经过反复多次的协商 最后决定废除一掌制 采合一掷 于三月初 由各法团联合会拟定 组织大纲 根据组织大纲 推唐纪尧为云南政府总裁 推胡若宇 龙云 张汝稷 李选亭 王仁文 王九龄 周中越 马聪 张耀曾九人为国务委员会委员 推由龙云 胡英 丁兆冠 陈军 雄亭权为后补委员 国务委员会下设军政 内务 财政 外交 司法 教育 实业 交通八个厅 及以元甸政府公署的八个司 改组为八厅 根据1927年云南公报 当时 有人批评国务委员会之上 加设总裁 是佛头着分 这种飞驴飞马的组织形式 主要原因是 大家封建意识浓厚 不愿被犯上作乱的名 这种思想以龙云为代表 有想借此笼络唐氏嫡系好 抓禁卫部队 欧 三月 十八日 与 周中月 你一新政府大政方记意见书 略为吴滇纪念之患 其原因接起于用兵 因用兵而军费耗凡 财政结绝 士兵怨愿 土匪纵横 以致内则民不聊生 外则为人仇事 而吴滇岁处于内忧外患 不能安居之境也 辟云南的帝国主义时代 就此落下帷幕 从宪法意义上讲 滇 钱 乡 蜀等国 自动恢复了1912年 契约签署前的完全独立 和完整主权 共产国际殖民政权 入侵这些国家以前 他们像尼加拉瓜 和萨尔瓦多一样 完全独立 共产国际殖民政权 占领这些国家以后 他们像爱沙尼亚 和拉脱维亚一样 随时有权驱逐侵略者 和恢复独立 唐继尧在他生命的 最后几年 只能满足于 像大理断氏王室一样 垂拱而至 幕府政权和 合意志国家的虚伪援手 虽然不能管理具体的政务 但仍然拥有 自己的卫队和金库 对涉及国家安全 和援手尊严的非常事件 有启动应急措施的 特殊权力 1920年代末 只有共产国际的颠覆活动 符合上述条件 唐继尧行使的紧急权力 赢得了云南政府 各分支和云南爱国者的 一致赞誉 鲍罗廷在广州建立 共产国际的 第一个殖民政府以后 将颠覆云南 资产阶级政权的重任 交给了酒精考验的 特务头子 莫斯克斯 周同志 周恩来同志 及中共广东区委 决定由王德三同志 负责筹创 政治训练班的具体事项 并指示 这个训练班的任务是 一 为第三军 培训政治工作干部 二 为开展云南境内的 革命工作培养骨干 这个训练班分两批结业 第三军攻克南昌后 朱培德任江西主席 部队亦有扩充 虚人恐急 所以一部分学员 提前结业 由唐太坤 张培初 李子白 赵生白等约30人 组成宣传队 新颠社员杨清田 代赴江西工作 第二批赵作传 毕昌杰 严英俊 赵勤先 杜涛 张绍楚 刘玉瑞 杨正元 张世锦 宋家雄等十余人精 中共广东区委分派 由王德三同志 带回云南工作 云南完全独立后 三乙的治理 井井有条 国际恐怖组织的 最初几次渗透 都落到了 有去无回的下场 1926年5月 中共广东区委派 由国民党中央 任命为国民党 云南党部筹备员的 中共党员王复生 和杨清田回云南 准备建立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和筹备建立 国民党云南党部 杨清田刚从越南海防 经老街进入河口 就被唐济尧政府的密探 跟踪监视 为国返回 1926年下 蒋介石统帅的 殖民军 大举入侵 诸夏阁邦 昆明政府 处于现实政治 和外交需要 不得不放宽 对匪谍的限制 云南的国民党组织 一开始就是 共产国际支部 替他们建立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 云南人民群众 进行革命斗争 党的领导人 有王德三 李国柱等同志 在教育界组织了 六校教联会 小学教联会 妇女方面 有妇女协会 通过这些组织 我们党 从政治上 组织上 思想上团结着广大群众 向国民党反动派 当时昆明 又以张帮汉 张璐等为首的国民党右派 元通派 进行斗争 要求人民自由 和妇女解放 许多进步教师 纷纷参加妇女协会 小学教联会等组织活动 校里成立了共青团支部 许多学生入了团 教师里 有徐梦林 刘又棠 孙东明等入了党 欧国际恐怖组织 将颠覆的让步 视为软弱的证明 随即展开了 变本加厉的颠覆活动 支部书记李国柱 和他的情妇吴成 熟练地运用周恩来 在广州杀鸡英 租界实验过的人肉盾牌技术 派党的妇女协会 冲到碰瓷的第一线 准备好好开发一下 资产阶级 歧视妇女的反动意识形态 如果剥削阶级迂腐的 坚持好男不跟女斗 真正的革命战士就可以跟在 女权主义的裙子后面 长驱直入 如果剥削阶级 竟敢命令军警还击 党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发明昆明大屠杀 和30万妇女儿童的血泪史 所以无论反动派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 历史必然性的携带者都赢定了 党委领导们摆密一书 没有想到 唐总裁是一位 朴素的经验主义者 他知道策略都是有成本的 性价比最高的策略 自古以来就是重复敌人的做法 1927年 3月8日新政府成立 总裁及国务委员会宣布就职 在第一次国务委员会会议上 公推胡若瑜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国务会议 接着发布了云南大政方针宣言 其内容列举了十条纲领 作为改革巅政的施政方针 但是结果并没有建筑实施 所谓政治改革 仅图有虚名 不过欺骗人民而已 号称政府组织 实际是个人独裁 变为集体统治 而唐继尧仍然高高在上 惩其个人淫威 即如3月8日新政府成立之日 是为国际妇女节 昆明妇女举行示威游行 队伍行至现在现在的华山南路 同华山西路交叉路口 正遇着唐继尧 乘坐大教道滇政府 现在的巴中去就职 群众高呼打倒军阀等口号 唐氏当时怒行余色 当天晚上 昆明市妇女在滇议会 现在华山南路昆明海关 举行庆祝晚会 唐继尧 令王劫修派一位队士兵数十人 换上便衣 手指铁器木棒 先将电灯线割断 蜂拥冲入会场 刺行殴打参加晚会的妇女 情形十分凄惨 这种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 不仅暴露了唐继尧作为作福的 争名面目 而且是对以改革政治为号召的 二六政变的最大讽刺 S面子既然撕破 敌我矛盾从此以后 自然就要按照敌我矛盾的方式 解决多少党的好儿女 遭到逮捕和迫害 女中教师刘又棠 张培光 王竹雅等被捕 小学教师吴成 赵琴仙 陈金文 李商智等也遭逮捕 吴成 赵琴仙惨遭杀害 帝龙云和滇军 朱将对他们的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 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强化匪谍整肃的军官会议上 一再引用唐总裁的家言一行 巅人的丑为祖国做出最后一次贡献后不久 就永远离开了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周忠岳回忆说 1927年5月22日晨八时请 北门花园唐公住宅 来电话云 连帅请到御仪座 使唐公并已数月 心疑唐公并必沉重 急往省事 侍者云 昨日极经诗之觉 语问之术语 所达上明了 然目往往更是 手足抽搐 且热度甚高 律并已不可为 劝掠尽夜马连 神烧清醒 宣请法医来诊室 云心血忘形 已不可救 随打补针及去 以时仍请之来 则云数日前制造一窗 一并外出 获尚可治 今已无极 又请中医谢浩如 五子伯诸人来世 皆云麦平可救 乃用羚羊脚 牛黄等计 仍服两道 至十二世级大剑 十二世伴遂事已 F他的德 才都不及恩师 蔡松坡将军 死得其实的幸运 也稍逊一筹 没有死在生命的巅峰 不得不在后半生 经历许多不如一事 但即使在外界的挫折 和自身的错误当中 他也从没有背离 荣耀相邦的初心 他在祖国面前 始终问心无愧 父老和袍泽 也懂得尊重他的品格 宽恕他的错误 因此他无论在顺境 还是逆境当中 自幼的坦荡和欢愉 都没有改变 他在当时的新事物 电影《红线之战》中 扮演自己 一张娃娃脸 仿佛不曾遭遇时间的摧残 四十岁的男人 必须为面相 承担部分责任 残忍 诡诈和仇恨 都会留下自己的应客 四十岁的唐济 将他的形象 留给了世界 仍然是蔡松坡 十多年前 为之心哲的一派 活泼和勇敢 同胞们在惠泽唐公明 目前留下了一副对联 工业须当垂永久 风云长卫护储蓄 1948年8月 唐济尧的学生 韩国总理李范 在大韩民国成立文告 向他致敬 大韩民国建国勋章 曾经授予88位外国人 他也是其中之一 泛亚主义 硕国仅存的苗艺 用这种方式 在诸夏最黑暗的时刻 回馈了父辈的遗葬 伊斯蒂芬 普拉特独立的理由 湖南民族精神 是如何被发明的 二龙云 云南护国起义简术 三菜厄 云南光复纪要 建设篇 二 四菜厄 云南光复纪要 建设篇 一 吴尹明德 云南第一中学校 片段回忆 六谢乳役 1879 1904 1904年赴日学习 回国后 先后任滇军炮队 第十三标教练官 第十九标 第三营管代 1911年参加云南 重九起义 1912年5月 谢乳役元川部队 凯旋反殿 他先后被任命为 云南奖武堂校长 都督府参谋厅厅长 护理云南都督 代理都督 等职 后出任以西镇首使 1914年被刺杀 七赵尔丰 1845 1911 清末大臣 祖籍湘平 金辽阳市 圣经将军 赵尔逊之地 在川天边 颇有政绩 1911年4月任四川总督 因镇压保禄运动 激起兵变 八龙云 云南护国起义 简术 九里文汉 关于蔡厄的极点回忆 时辰前 护国之义前后 十一蔡厄 云南光复纪要 原署篇 十二蔡厄 云南光复纪要 原署篇 十三龙云 1884 1962 毕与云南陆军 讲武学堂 第四七部兵科 任唐继尧 侍从副官 1922年 被委为第五军军长 1927年发动政变 毕堂下台 掌云南军政大权 至1945年 1949年投共 十四高运华 回忆录三则 十五龙云 云南护国起义 简术 十六邹落衡 云南护国战役 亲力记 十七战柄中 护国战役前后回忆 十八里文汉 护国军起义前 蔡厄与唐继尧的关系 十九 唐继尧 由前遗师颠倒中偶城 1913年 二是龙云 云南护国起义简术 唐继尧 由华庭四时 甲银十二月 1914年 龙云 云南护国起义简术 龙云 云南护国起义简术 丁中江 北洋军法史话 第八十章 邹若恒 护国起义前 唐继尧的转变 和有关蔡厄的二三事 邹若恒 护国起义前 唐继尧的转变 和有关蔡厄的二三事 龙子敏 近八十年来 云南货币考 1875年至1949年 刘又堂 云南财政和金融的相互影响 周中越 兴安回顾叙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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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品真 1883 1922 昆明人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辛亥革命后 任云南军政府参谋部 所属资重担要部部长 参加元川行动 回顾后 任滇军第一师 第六师中将师长 云南陆军蒋武堂 学校校长等职 护国战争后 任川军第六师师长 兼成都卫属司令 1920年10月 滇军在川滇战争中失利 顾品真以士兵厌战为由 帅步回颠 开始谋划反唐 1921年2月 唐继尧被迫辞职 闭居香港 1922年 唐继尧卷土重来 顾品真在突围中阵亡 一说自杀 刘又堂 云南财政和金融的相互影响 东陆大学校训 东宇仓 东陆大学创办记 张若古 云南民觉日报 史莫概述 张若古 云南民觉日报 史莫概述 张若古 云南民觉日报 史莫概述 胡燕 护国第一军入川后期 及顾品真回颠岛堂 胡若宇 1896 1949 云南罗平人 云南陆军蒋武堂 江校班毕业 护国战争后 担任第五独立混城旅旅长 驻四川旭府 兼任警备司令 后移师桂林 1942年 随唐回滇 击败顾品真 被委任为澳中镇首使兼戒严司令 驻军昆明 成立滇中镇首史属 后改为滇南镇首使 移驻蒙子 相继任国联第二军长 中东巡宣使 建国联军第二军军长等职 唐死后与龙云争斗 失败离颠 先后依附刘文辉 李宗人 1948年 复出任国军十一兵团副司令 司令 1949年11月战死 谢崇文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 周中月 1876 1955 建川京华人 早年留学日本 回云南后 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 教务长 新汉后任都督府秘书长 靖国联军成立 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19年代理省长 主持颠政 1927年后 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 国府委员 考试院副院长 及总统府资政等职 周中月 兴安回顾路三边 周中月 兴安回顾路三边 张迪青 解放前云南的广播事业 谢崇文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 周中月 兴安回顾路三边 刘又棠 云南财政和金融的相互影响 替谢崇文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 外周中月 兴安回顾路三边 忧堂济于 唐济谣之地 历任云南省会 警察厅厅长 全省警务处处长 滇军第七旅旅长 警卫军司令 督署总参谋长 卫戍总司令官 兼云南奖武学堂堂长 云南市政督办 被视为兄长唐济谣的后继者 但龙云 胡若宇等 对这种裙带关系感到不满 而谢崇文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 欧谢崇文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 辟州中月 兴安回顾路三边 冯素桃 新颠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第一个云南革命团体 中共河口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河口县历史 第一卷 德宏民族出版社 盲室 2011 第29页 徐静芳 一母孝 一女中 S谢崇文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 辟徐静芳 一母孝 一女中 F周中月 兴安回顾路三边 欢迎您的点赞 订阅和分享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